加強IMP這邊的Carry能力 通常會選擇Nurul的話一定是對上有一個明星AD選手 對 就是所謂的爆拍喔 就是將這個重責大任直接交到了IMP手上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在老乾爹的陣紅上面有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 顯示放棄了前面鬥爭的機會 Last Boy找到一個機會觸發了一擊之盾 這時候開啟W應該是要直接強推了 哇 那兩個一擊之盾的這個推兵能力其實相當的好 將原本補好的兵線這邊勾到直接掛P眼淚點燃P眼淚被交了閃線 因為往後拉開 但是WYL特兜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再黏上P眼淚 這邊TP下來了 遠方的一個傷害這時候TP下來這個TP會起到特別的效果嗎 哇 另外一邊也是繳了一個TP到來的應該是Gavi P眼淚直接被帶走 而且Centoran這邊也是順利的到來Gavi被套了一個虛弱 身上的血量還剩下最後300多一 Last Boy一個閃 摸摸到WYL特兜這邊的傷害有沒有辦法順利的帶走 一本拿下的這顆人頭塔的傷害量有點差外頭要小心 這邊的擺盾擋掉了一個普攻的傷害在開啟W想要把最後兩隻兵給吃掉 所以比爾森的經驗就是戴瑞斯失去的經驗其實是留到了比爾森身身上 哇 但是Centoran這邊遇到了淘寶拳以及P眼淚的兩個人 送人集團 Lulu直接腳閃硬刺把紅BUFF的緩速繼續造成以後最後就有 還來不及過來除此只有P眼淚的綠燕火師走過來 一個殭屍能圈對TSM的赤龍褲對嗎 沒有 而且他中到了Last Boy的死亡宣告 尬V這邊Q到了兩個人但是被爆破球中給炸回來 比爾森直接往左拉開以後由Wildturtle收下的這個人頭 帶著霸氣的小龍這邊要來直接 這樣的OP角就會造成了後續剛剛提到的幾種效益 喔 這邊 Sentoran這邊抓到了P眼淚把他選擇回來 但尬V這邊是抓到了Last Boy 反倒是這邊Sentoran的位置有點危險 但摩托凱薩傷害量好高 A控直接被灌到眉線以後 Sentoran往前一個最久恐怖拿到了這個人頭 比爾森抽了一張金牌順利的暈眩到淘寶全 A控在前面是變成了 後期的目的應該是蠻明顯的 丹娜現在在側面尋找機會 寶冠店這邊是想要先把這條小龍給偷掉 但Sentoran這邊的血量被彈得很低 摩托被暈到了 但是P眼淚這邊也是中攻 Sentoran進去以後是先繳了閃線離開龍池 最後痛苦似的拿到這顆人頭 但戴露子想要應收 尬V8PB套的虛弱 想要殺魔洛凱薩沒有辦法 他這張還有死亡之子 尬V尾神這邊是投入了敵音的懷抱 而且比爾森在左側還帶走了一個殘血的人 但這個命運的位置飛得不夠 後方是比出了A控的閃線 但是老乾爹的另外兩個人 逗留在TSC的紅區是已經被命運給看到了 櫻盆這邊是靠龍池想要下去硬換Lasboy 但他的Q技能射隊團體是破空了 比爾森拿到這個人頭又丟了一張金牌在櫻盆手上 被扯了很多個長矛但是Lasboy過了一個折魂掃蕩 把我們的IMP世界冠軍AD選手的靈魂 收入他的龜影燈籠當中 很可惜就是因為他早期除了巨鳳劍 他們的團隊 TSC這邊是不是打得太兇 沒有 因為比爾森其實後面繞過來了 一張金牌 A控想要換Lasboy的人頭 但Lasboy又是一個精準的死亡宣告 讓最後的幻想衝動作 沒有辦法把他給擊殺 哇 現在很大課才敢死 因為其實剛剛尬V是留了最後一個peak 我們來現在看到淘寶拳這邊是利用閃線閃掉了 Lasboy的折魂掃蕩 那Sentora這邊的漏戰衝擊順利的拿到 身上是有死亡之子炸了回來 淘寶拳知道自己走不掉 哇 他真的是收服了第三種神奇寶貝了 Wildturtle的這個神奇寶貝圖線紫插 最後是IMP已經開始推薦 洞察機球看到了命運開起來 有沒有一個好的弱點 Lasboy往前勾到了A控 留下了他的亡靈領域以後就往後閃現 Sentora在前面產傷害傳到賣死了 但是Styrus已經先灌倒了一個 是尾神DoubleKill有機會再灌嗎 這邊還有一個人 第三個灌籃再一個RAU 一盆也倒下了 Dyrus拿到了一個DoubleKill 比爾森帶走了一個DoubleKill 這是一個 凡蝶也是抓一個雙PP想要來回抓 剛剛拔掉菌英塔的CSM部隊 Wildt在這邊被皮克斯給緩到了以後 Gavi會來一個月雲把他給吸力下 但是你有命運無患我有鬼影燈籠 繼續拖下去這1萬塊的GG 沒有辦法逆轉 但Sentora已經帶著女藥面紗的大泡泡 過來這邊應該是要比一個 誰比較會吃巴龍了 這一波 這一波之後可能 但是他有 到底是打好 所以這個巴龍應該是非常大一搶 應該是搶不到的 對 TSN這邊是站了一下位置 是扯掉 但是有3個人被留在了巴龍池裡面 Dyrus過來這個Q似乎是空了 但是Gavi的進場傷害量好像打不死 TSN的隊員 但是EAP在後面的輸出很高 Dyrus進場沒有墮死 哇 TSN這一波是下了一個 比 老幹爹又是特化了他們的陣容 選一個 這邊是要強開魔鬥 但是這個燈籠 有沒有辦法勾到 是被 非常胖的奴奴給站在燈籠上面 讓他不能拉這個歸零燈籠 這邊是不是能來發揮自己 冠軍AD選手的一個價值 A空這邊回家 回補 而不是是 Gavi回家 我從後車的進場這邊炸 印本往上炸 印本好像沒有被炸到 WYLTTO前面的Q技能 好像傷害量也沒有打得很高 印本是直接扯掉了 A空套了自己大決 WYLTTO這邊也要倒了 技能是被觸發出來 比爾森往後抽一張萬能牌往前刷 WYLTTO的技能結束 死亡支持並沒有辦法擊掃 逃跑拳 Dyrus這邊再Q了一個技能 血量鎖血 沒有倒下 比爾森的魔量見底 但是Gavi這邊 哇 最後是流血的傷害 而且死亡宣告也是勾死了 命令會選誰呢 命令要怎麼抓人呢 IMP不知道是怎麼倒下的 命令有找到位置飛 他選擇不要抓這兩個人嗎 沒有 他飛到了TPQ身上 一張藍牌直接帶走 比爾森 is on fire 現在繼續要來追擊 中路是Dyrus這邊帶球滿血的決定 來拆一下中路的軍英塔 比爾森再交一個TP 找到了小兵 再抽一張金牌 太奇葩了一個手 真的很酷 真的很酷 那對於老乾爹來說 這樣可能沒有這麼的酷 我巨大的抗襲 Centorian 往前想要頂人 喔 命令這個金牌 但命令這個進場實在太漂亮了 比爾森已經成為了傳說 哇 這Rigitalize說的沒有錯 他是故意往前賣自己的血量 想要抓IMP IMP被掏了虛弱傷害 終於可以再虛弱結束以後 痛苦死者 IMP的速度位置非常地漂亮 過來了他的往前站 想要硬殺 IMP還在往後退 竟然拉了一點空間 但比爾森這邊被尬 比爾森的輕人 但是這個傳說的傷害量實在太高了 IMP似乎是有一點的失誤 他想往前收一下 比爾森 比爾森的輕人做到一個完美的貝特 就靠著Wild 跟比爾森的雙Carry 拿下了IMP 這場比賽就是TSN的了 T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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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比賽已經沒有任何的懸念了 這邊不需要小龍TSN的雙Carry 拿下了老乾爹的主抱 再度的證明 RIOT這邊的搏鬥凱撒 這個開板 你有看到那個槌子的傷害嗎 剛剛IMP是滿血 幾乎滿血 幾乎滿血 然後被三下直接給敲爆 第三下一下就... 突然就敲死了 對 以IMP的角度來說 應該是 不算是失誤 他可能